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美式早餐 这是需要的主要的原材料 清水倒入锅中淹没土豆,然后开火 先大火,等到水滚了以后 我们把火关到小火,中小火就可以了 要慢慢煮,大概需要煮20到30分钟 等到用筷子可以很轻松地戳透土豆的时候 土豆就已经熟了 我们可以把土豆拿出来,放在一边 等它凉了以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用这个时间,我们来做香肠,也就是早餐肠 我们把香肠放到冷水中,开火 等到水开了,或者是香肠飘起来了 基本上就可以了 香肠我们还会再继续煎 所以它生一点熟一点,问题不大 把香肠放在一边,等它凉 我们来做鸡蛋 我们来做鸡蛋 等油温热的时候,我们敲入两个鸡蛋 两个鸡蛋要连在一起 在西式早餐里面,这种叫煎鸡蛋 它更三种,over-ending,over-ending和over-hard 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蛋黄完全没有熟 蛋黄有半熟,蛋黄非常熟,熟透了 那么这完全是跟煎的时间有关系 就要靠自己掌握 时间越长,蛋黄越熟透 看到鸡蛋边有一点点发黄的时候,焦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用铲子来轻轻的推动这个鸡蛋 从各个方向去推动 一直确保鸡蛋是没有粘的地方为止 我们用铲子从主部把鸡蛋搓住 然后迅速的翻动 大的鸡蛋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把它放到盘中 好,我们现在开始处理土豆 煮好的土豆放凉以后,皮是非常容易去掉的 我们拿小刀轻轻的调起来 就可以整块整块的皮把它去掉了 我们把去好皮的土豆先切成片 再切成条 好,然后再切成丁 大概一厘米左右就可以 切好块的土豆现在就可以煎了 我们先在平底锅里放一些butter 然后呢,把土豆丁倒进去 用铲子把它铺平 尽量确保每一个土豆丁都可以接触到锅底 大约一分钟左右 大约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把土豆冰翻一下面了 在这个煎制过程中间我们可以借助于锅盖 锅盖盖着这个土豆呢,可以让它尽快的熟透 并且呢,有助于焦黄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五到八分钟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五到八分钟 如果喜欢油一些的,好吃一点 可以多放一些八分 对追求健康的人来说 一小块八分就可以了 因为有可能的就可以了 看起来晚上,你们要打开 8分钟 haciendo烤面 然后现在会煎一下 まあ,你会很短的 再来点几下 但是,再来点几下 要做好 再装一样 几分钟以后土豆丁就煎好了 如果您喜欢更熟一点 或者是更焦一些的 可以继续煎至一会儿 我们把煎好的土豆 放在刚才的鸡蛋旁边 现在我们来处理 Butterfly Sausage 就是蝴蝶形的早餐的肠 用刀从香肠的中间 轻轻拉开 但是不要切到底 也就是不要切断 平底锅里放一些油 我们把切好的香肠掰开 轻轻的平铺在锅底 挨个放好 煎早餐长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炸鸡 轻轻的压一压 这些香肠 保证香肠的面 全部接触到锅底 这样的话煎出来的 早餐长 它会特别的漂亮 就像是蝴蝶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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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搅拌到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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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蝴蝶的翅膀 可以搅拌到蝴蝶 的蝴蝶 煎好了,我们把它放到 刚才已经煎好的土豆方块上面 摆放整齐,各种造型都可以 加上你喜欢的水果 比如橙子 把已经烤好的面包片 抹上黄油 并且用刀把它从对角线切开 面包片摆放到盘子里面 和刚才做好的主要的部分放在一起 你看多漂亮 一套漂亮的美式早餐 加一杯饮料就完成了 我将眼里的表面看在一起 我会发现可以完成同工程度